穿着红色上衣的男子和一旁戴着口罩的女子 指着架上的酒瓶不断窃窃私语 接着男子走到后方东看看西看看似乎在帮忙把风 就在这时女子趁老板一个不注意 竟然把酒塞进包包里 随后两来一千以后走出店家 老板发现时架上昂贵的酒早就已经不见综艺 第一次被投 会不会觉得很厚啊 会啊 那一瓶酒放蛮久的 已经绝版了久 那个价值多少钱 大概是两万二 这对男女似乎很试货 因为被偷走的酒价值不费 光是七百毫升就要价两万两千元 老板说开店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被偷 事情就发生在七号晚上六点左右 一男一女骑着U-bike进到桃园这家养酒行 一开始假装是要买酒的客人 两人一大一唱让老板卸下心房 老板一个不留神绝版养酒 就被这两名窃贼给偷走了 该两名嫌犯 趁店家不注意之时窃取店内一瓶价值约 两万元支养酒 那经警方调月监视器后 以锁定嫌犯之特征 但其实偷养酒事件早就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个月台北一名言姓男子 因为缺钱花用将歪脑筋动到养酒行 前后偷走店内价值一共七万五千元的养酒 得售后以五折低价 卖给朋友换成现金 相较于偷车偷养酒嚣张容易 因此高价养酒遭窃的案件平传 现在受害店家只希望远警赶紧抓到嫌犯 别再有下一个店家手害 记者刘志展秋小倩 桃圆报导